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随着全球人工智慧、AI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推动记忆体半导体价格飙升, 业内预计今年发表的主要电子装置价格将上涨高达20%。 三星电子计划于2月推出的下一代旗舰机型Galaxy S26系列,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涨价压力。 苹果下一代智慧型手机iPhone18也极有可能涨价,中国厂商同样加入涨价行列, 小米已在去年10月推出的Redmi K90上调价,而Vivo、Apple等品牌也纷纷加入涨价阵营。 据行业内部人士透露,包括智慧型手机和平板电脑在内的各类电子装置, 今年的售价预计将上涨约20%。 这主要归因于作为电子装置核心组件的记忆体晶片价格大幅攀升。 自去年以来,科技巨头和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一直在竞相投资AI基础设施并建设AI资料中心。 由于半导体生产线集中生产HBM、四伏器GM和企业级固态硬碟ESSD等AI资料中心用高附加值产品, 智慧型手机和平板电脑的记忆体供应被推至次摇位置,导致价格飙升。 市场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在去年12月的报告中预测, 今年第二季度前,智慧型手机记忆体价格将在上涨40%。 因此,智慧型手机制造成本预计将在增加8%至10%, 智慧型手机平均售价预计将上涨6.9%。 市场研究机构Trendforce也预计, 由于记忆体价格上涨,今年智慧型手机制造成本将比去年至少增加5%, 并分析称,记忆体在智慧型手机制造成本中的占比 最近已从此前的10%至15%上升至超过20%。 澳大利亚投资银行麦格里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由于整体记忆体供应短缺,市场已混乱到电子装置制造商 无论出多高价格都难以获得记忆体晶片的地步。 Counterpoint Research也指出, 预计2026年,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将因 记忆体供应短缺等因素下降2.1%, 这对手机制造商而言将是艰难的一年。 与此同时,台积电、三星制程节点都推进至2奈米, 智慧型手机渴望成为首批中端应用。 其中,台积电通知苹果、高通、联发科最新2奈米处理器大单, 成为大赢家。 三星也大秀2奈米肌肉, 打造Exynos 2600处理器用于自家手机。 由于2奈米制程更先进, 能耗将更低, 效能与AI处理能力大增, 但价格也将同步攀高。 业界预期, 以2奈米制程打造的手机处理器 将是时尚最贵手机晶片。 外媒披露, 苹果以台积电2奈米制程打造的A20处理器成本 高达280美元, 比A19贵于八成, 伴随近期记忆体晶片价格飙涨, 在处理器价格激增下, 智慧型手机涨价恐建在弦上。 台积电2奈米制程技术 如其于去年第四季量产, 采用第一代奈米片NinoSheet电晶体技术。 台积电也发展低组织 重制导线层与超高效能基础层间电容, 以持续进行2奈米制程技术效能提升。 该公司先前也提到, 会推出N2P制程技术, 作为N2家族延伸, 具备更佳的效能及功耗优势, 预计今年下半年量产。 台积电强调, N2技术将提供全制程节点的效能及功耗的进步, 以满足皆能运算日益增加的需求。 N2技术衍生技术将因其持续强化的策略, 进一步扩大技术领先优势。 台积电2奈米获得客户积极采用, 手机更是主要应用之一。 外媒报道, 苹果正开发近年iPhone18系列高阶款新机搭载的A20处理器, 就是采用台积电2奈米制程生产。 另外, 极电高通与联发科并未对外证实, 外界大多预期, 今年下半将发表的高通旗舰手机晶片, 肖8 Elite Gen 6系列与联发科的旗舰晶片天机9600, 也都采用台积电2奈米制程生产。 联发科已于去年9月宣布, 首款采用台积电2奈米制程的旗舰系统单晶片, 已成功完成射击定案Tapeout, 成为第一批采用该技术的公司之一, 预计2026年底进入量产。 三星也大秀先进制程肌肉, 宣布旗下Exynos 2600处理器, 采用自家2奈米GA制程打造。 该晶片整合CPU, GPU与NPU配置采用最新安谋ARM V9.3架构的10核心CPU, 增强CPU端机器学习效能, GPU运算效能是前一代产品的二倍, NPU则让生成式AI效能比上一代提升113%, 并降低功耗与食言, 带来更加的AI与游戏体验。 三星强调, 将强化Exynos处理器的竞争力, 将其导入主要旗舰机中。 其晶圆代工事业部, 今年也将专注于稳定供应, 采用2奈米GAA制程的新产品与HBM4。 在此背景之下, 在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CES期间, 高通执行长Christiano Armand宣布了一项重要动向, 公司已开始与三星电子就2奈米晶片代工展开正式讨论。 这意味着高通正重新启用双供应商策略, 结束过去几年对台积电近乎独家的依赖。 其证实,公司正与三星电子就2奈米晶片代工合作进行深入洽谈, 相关晶片设计工作已全部完成。 Armond表示, 在多家晶圆厂中, 他们首先与三星就采用最新2奈米工艺的代工合作展开洽谈。 据悉, 基于该工艺的新一代平台, 普遍认为是Snapdragon 8 Elite Gen 5设计已经完成, 预计将在不久后投入商用。 此次合作的核心是三星的Get All Around的GAA电晶体架构。 相比当前主流的FinFET技术, GAA能在相同效能下降低25%至30%的功耗, 同时提升电晶体密度。 这对高通正在全力推进的Agentic AI智慧体, AI至关重要。 无论是在手机、汽车、 还是机器人场景, 能效与算力都决定体验上线。 三星近年持续重金投入先进制程。 其二奈米节点代号, SFR已在德州泰勒新建的晶圆场布局。 去年7月, 三星更拿下特斯拉一份价值165亿美元的大单, 为其生产AI6晶片。 这笔交易极大提升了外界对其先进制程量产能力的信心, 也为高通重返三星铺平了道路。 若合作达成, 三星将有望时隔五年再次获得高通最先进晶片的代工订单。 首个合作专案很可能是将目前由台积电三奈米制程代工的 骁龙8Elite处理器转向三星二奈米制程生产。 三星作为全球首家宣布实现二奈米量产的厂商, 其第二代二奈米制程工艺SF2P已展现出较强的技术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二奈米制程优势逐渐显现, 三星晶圆代工业务近期迎来转机, 已与特斯拉达成合作, 并有望后续与AMD、谷歌等公司展开合作。 此次高通与三星的谈判备受关注。 此前, 由于三星制程稳定性等因素, 高通曾将高阶晶片代工订单转向台积电。 如今, 高通考虑重返三星, 委托其生产下一代旗舰处理器, 这被业界普遍解读为三星的SF2P工艺, 在效能、能效与良率上已具备市场竞争力。 业内推测, 此次合作可能涉及骁龙8 Elite Gen 5的二奈米优化版本, 或是下一代旗舰晶片骁龙8 Elite Gen 6。 不过, 行业仍存谨慎。 分析师指出, 2奈米JA工艺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良率爬坡。 即便设计完成, 大规模量产预计要到2026年底才能启动。 消费者最早可能在2027年初的旗舰手机, 如Galaxy S27上, 见到搭载该晶片的设备。 总体上对高通而言, 分散供应链不仅是成本考量, 更是战略安全。 在全球地缘与产能波动加剧的背景下, 拥有两个顶级代工伙伴, 意味着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溢价权。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